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卫生大会正如火如荼的召开 而美中两强在这个地方相互短兵相接 美国呢是指导中国大陆的痛脚 而习近平呢他祭出了两手策略远攻近交 这中博带我们来看到到底谁能祭高一筹 目前看来的话大陆是赢了第一局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晓得WHA的开幕呢 直接和这个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做了一个视频的这样一个通话 那领导人习近平也给了WHO WHA这样的一个肯定 并且直接洒出银蛋这可是个大理 因为谭德赛之前不是说他缺钱吗 因为美国就说要观其言听其行 决定这个款项要缩减嘛 好啦所以在这部分我认为大陆赢了第一局 这就是我们讲的紧交 可是呢大美国也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心里想好啦那我就从别的地方 来砸你大陆的痛处 哪痛呢第一个呢西藏的部分 你晓得呢这个问题其实坦白说老问题了 而你美国哪时候不提什么时候不讲 偏要这时候蓬佩奥就拿出来说 什么呼吁大陆必须交代失踪25年的 十一世班禅喇嘛下落 那你也晓得不管是达赖喇嘛 或者是班禅喇嘛 这个话题大陆他可能就是在真的是没招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来砸你一下 另外的痛处是什么 我们晓得其实大陆对于在网路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管制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是严格许多 他有防火墙啊 结果白宫顧问前白宫顧问班农就讲了 说美国现在一起来推翻这个防火墙 你讲了一副那种慷慨剂 然后推翻柏林围墙的那种感觉 对 对好 那你推翻防火墙 然后接下来意思就是说什么 然后大陆的民众就可以自由的上网 得到这个西方世界的资讯 那我总有一种 我自己觉得有一种美帝的感觉又来了 而且我说真的 你班农讲这话 你想一下好不好 你们之前Sony被北韩害是害好玩的不是吗 你现在真的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害大陆 大陆不是以前的大陆 第三个的痛处就是 到大陆现在很怕因为疫情的关系 吃井的关系 这些企业会撤手 对 就他现在就来挖墙角 有没有寄出回流基金 优惠美金 让你钱想办法回 龟鱼回流到大陆本土 200多亿美金这样砸 好 那讲回大陆好不好 大陆近交赢了第一局 可是你美国的痛处连三发 我就挨打吗 当然要远攻 来 第一个我就先攻你小老弟 澳洲 真的 我不是讲过说澳洲大卖要增关税吗 所以确定了 确定了 最终了 就是八成 就还是我那句老话 以本来一百块的大卖 如果是零关税过来 那便宜卖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卖得很好 对 抱歉 现在要增八成 痛到澳洲了 一半卖到大陆去 我还惩罚你五年 五年 打小弟给大华哥哥看 第二个就是 你知道大陆最近要求法国要撤销一个军售案 就是对台湾的拉法夜间军售案 其实这个军售案就是有点火力升级 维修 二十几年了也该了 可是法国也是这样 他就是撤风向 试水温 看你的底线 大陆现在就讲 不行 你不可以受军售 两个国家现在就被大陆间接惩罚 给美国看 WHA的火线上前线吃紧 那后面呢 北京两会马上要登场了 现在北京你可以说 它维持秩序也好 维稳也好 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了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的痛处还是在内部 我们来看一下 两会呢 5月21 5月22 那这样的两会 要开之前 北京就弥漫出一股 不寻他的气氛 就像你知道北京现在 静一样东西 静什么 三个字叫静低慢小 我观众朋友听得不傻傻 这是一样东西 对 什么叫静低慢小 其实它泛指的就是在天空飞的 航空器 飞得低的 飞得慢的 飞得那个长的东西小小的 比方说像空拍机 好 那你听起来就是 为了要维持空中的安全 是不是 那也有人说可能是为了安保反恐 也有人说为了疫情 我告诉你真的吗 其实真正他们认为疫情 我们刚才讲的是禁非 连禁油都要 那禁油就很明显了 你不准买散装油就是为了反恐 但有人讲真是隐忧是疫情 去一下你看一下 北京中国工商银行 排名前四大的银行 总行 怎么了吗 33个人群里发烧 我问你发烧 我们量体温目的是什么 新冠肺炎第一把关的元素 就是量体温吗 北京不是上个星期才逐步的 重新要开放这座城市了吗 是啊 好了 那你这所有人都在发烧 我这样讲好了 这是不是傅如你北京有弱点 好 这样后来他讲说 不是 这不是新冠病毒 可是他说是另外一种病毒 那我问 那你就算不是新冠病毒 那代表你对病毒的防止 还是有漏洞 是 所以疫情的确有隐忧 第二个隐忧 是从别的地方可以看出 连他们大陆的上头也在觉得 未来很可能有第二波 疫情的大流行 所以他现在要囤粮 商务部要求国企 民企 两边一起来 大豆 豆油 玉米 那是不是你囤粮 那不是很 广基粮 广基粮 要备战了 对 好 所以就是说 你真正要防的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这个疫情 可能会有二次的蔓延与传播 而且不要忘了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渤海在干嘛 这实战军演两个半月 那你军演 你就是认为他要防什么 你要防外面吗 防国外 北韩吗 防日本 美国 错 军演很多人说 其实就是变得像 要防内部可能出现 无法控制的局面 两会期间 来 什么时候 我们说五月中 然后呢 接下来到了七月 还有一个北戴河会议 那你这样是不是长达两个多月 对 那我问句像 这两个多月如果这里头 有出现了反中央的声音 反领导班子的声音 反习的声音 那你总不可能堂而皇之的 就直接派解放军 然后去站在那些反对势力的人门口 那什么方法是可以让你知道 第一 最好这个时候能够稍微 大家就是等于说乖一点 持续暖机中的渤海军演 就告诉你了 对嘛 你乖一点 但是我也不要让你觉得 好像我明摆地冲着你 那军演是最好的方法 是 军队就在家门口放着 他们在那里叮叮叮叮 那你们之前是不是要乖乖听话 对 好 这就是有人对渤海军演 长达两个半月这么长 原来他背后的解读是这样子 那你要知道 解放军就真的一定 非常的效忠吗 2020年5月15号 不就是前几天吗 他就讲 助劳维护核心的绝对忠诚 你什么时候不说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要讲呢 虽然他并没有讲说是谁 要挺谁 不过大家都知道 解放军最高的统帅是谁 中央军委主席 谁呢 就是我们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 好 OK 解放军稳了 稳了 军演了 军演了 看似人外其实是安内 内的确有些人 蠢蠢欲动 那这些人不忠诚的 或者是我们讲用人 一要看能力 二要看你有没有忠诚力 不要不忠不孝的嘛 好啦我们来看看 就有人就被换掉了 首先这个人我特别想讲给观众朋友听 北京卫戍司令王春宁 卫戍司令是北京的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的九门提督 这整个紫禁城是你在卫戍 他其实二三月的时候才上任到现在不到三个月 对 熊熊的 熊熊他就被换掉 才三个月 倒也没有换掉 别误会 只是先给你来测测风向 试试水温 我先给你消全 我把你北京市常委委员的这样的一个 其他的职务给消掉 有人说他很可能是孙立军事件的延续 延续到他身上 好 那我刚说了卫戍司令的重要 就现在他被消全 没关系 中央现在让一个更重要的战区 由有中成立的人来担任 谁呢 大家看王城南中将 他本来是空军的纪委 但是照片中 画面中你所看到他 现在升官了 他成为了中部战区空军的政委 以前只能管纪律 现在可以管所有东西了 中部战区你别以为他好像听起来 只是中部两个字 他可以管两个直辖市 北京天津 北京是首都 他还可以管河北河南 山西 陕西 湖北 这个战区以后他来管 而他之前是纪委 他专门在打老虎的 一个纪委现在可以扶正 那你说他一上任之后 他要做什么事呢 除了维护中部战区的平安 还有风际问题抓那些老鼠屎 对嘛 这时候派他去不是用意感觉 就蛮明显的吗 再来看这是军队 我们来讲民间好不好 我想真的是解放军 我刚刚一路这样讲下来 因为他一定是最先要稳定军心的 可接下来民间就安定人心的 河北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总队长 我讲东西我习惯用台湾的来比喻 什么意思 就有点像是台北市刑大大队长 刑大 这种所有的刑侦全部都由他管 还记得之前重庆薄熙来事件吗 王立军他不就是管刑事吗 结果他后来出事 所以重庆自然烂成那样 他现在被调查出什么呢 他违法违纪 而且他是目前传出来最后一个 被这个我们讲纪委查出来的 可是后来人家往前一推 说其实短短五天 秘密的就有八个这些都是政法 司法的 还有我们讲的公安的政法单位 秘密的被查处 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的整顿 很简单 因为中央的领导认为 疫情之外 别再添乱了 美股真是抢抢棍 为什么呢 疫苗研发真给力 我们现在看到 鲍尔接受CBS访问说 如果没有再爆发第二波的 严重疫情的话 那么今年下半年经济 应该就可以站稳了 慢慢恢复了 就要完全复苏呢 答案还是在疫苗问世 疫苗给不给力呢 真是给力 我们看到了药厂的关于新冠病毒的疫苗 第一阶段的报告呈现正向 经过了两剂治疗 45名受测者都已经出现了抗体 这是绝好的消息 也激励了昨天的美股 今天阿瑟要来告诉我们 我们讲美中的新科技冷战已经开打了 可FED拼命的印钞票 钱流进了市场 科技类股可以获利吗 好的 这个每逢周二喜事多 其实美股在昨天涨了将近这个1000点 今天的一个盘后还继续涨 刚刚这个盘后数据大概又涨了200点 那台湾股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这边来做个依循 有的 因为我们今天三大法人 同步都出现了一个买超 而且台股在520的一个前夕 在今天又大涨了一个119点 那我们刚刚从美股 在引导这个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知道川普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负利率 也就是说这个包尔他不想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如这个川普的意思 但是似乎这个负利率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 越来越高了 以今天早上的一个英国央行决策官员也来讲 他们不排除在英国这边也实施这个负利率 所以说如果未来实施负利率的话 市场上的资金会怎么样来做一个联动 我个人认为可能高科技股是来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深受歧义的一个什么一个帮助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的一个川普认为 这个负利率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他的目的在哪里 他的一个政策的目的 他要刺激这个银行积极的贷款 来解除这个通缩的一个压力 那还有就是他可以稳定这个汇率 以避免这个货币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升值 这对于整个目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股汇市来说 算是一个及时域 那我们认为目前美国 因为刚刚鮑娥也有讲说第三季 也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一个复苏 可是第二季要怎么过呢 各位目前美国这包括消费包括投资 它都不足 也就是说面临这一个通缩的一个压力 的一个成分非常来得大 尤其现阶段是五月份 第二季的一个GDP 各位全世界包括印度也是买拉14-15% 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估到非常惨的一个数据 美国的话 这一个所谓的联准会的理事 这一个亚特兰大的一个联邦储备银行 他也预估美国的GDP会出现的一个买拉14-12% 非常惨 包括Standberg500的一个企业 第二季的一个获利也会年减 年减这个买拉14-41% 所以说以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面临这个美元流动性不足的一个情形 这个困境 也会造成这个美元的一个指数 居高不下升值的一个压力 像说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联准会印钞票 但是都是被财政部发行债券来做一个吸走 所以说美国的一个财政部不断的发行这个公债 他最重要也是要来筹资 来救世跟纾困 那上半年 这个2020年上半年发债的一个总额 预估是3.47兆美元 也等于是说这个联准会的一个货币宽松释放出来的一个资金 都被美国的一个财政部拿去救世了 那第三季预计这个还要美国财政部还要再发这个将近7000亿美元的一个所的一个债券 这样的话美金的一个流动性又会严重性的一个不足 再加上目前我们可以知道原物料的一个价格也来做一个走落 这也是让这一个美元持续变强的一个理由 所以说从这个层层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以目前来讲 整个的一个联准会印钞票 这个从以往的一个12年间 我们可以知道都是流向这个大型股 而且是电子股这个尖牙股 因为美国从2008年 这个雷曼风暴的一个金融危机开始 他持续的一个QER释放了将近10年来到2017年 他总共印了多少钱 印了3.8兆的一个美元 而这3.8兆的一个美元 因为实施这个所谓的一个陶德跟法兰克的一个法案 以及这个福克额法案 所以放款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严格 那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说很多的一个中小企业 包括散户通常都带不到钱 钱都跑去哪里呢 都跑到大企业 所以说未来来说的话 如果又出现这一个所谓的负利率 逼迫这个所谓的银行 一定要带钱出去的话 尖牙股一定是收位最大的 所以说包括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所谓的美股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 包括亚马逊 包括Google 包括脸书 包括微软 甚至于说华为这个法案 对于苹果也有利 所以说苹果也是有短线上来做一个挑战前高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从这个成整的一个层面来看 对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型科技股 能够来具备向上的一个爆发力 其实台湾高成长的一个小型科技股 这一波最亮眼 为什么呢 从上市柜在今年第一季来说的话 其实获利仅仅只有3510亿 是年衰退20.7% 但是各位留意 今天一早最高的一个消息 在第一季IC产业方面 是逆势的一个成长28.4% 也就是说在IC设计 包括这个IC产业方面 都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那其中以高科技的一个小型股 财报最好 也让法人非常的一个惊艳 例如这个5269的一个详硕 他第一季的一个税后的一个净利 是年成长将近100% 82.2% 近期的一个股价 尤其今天也攻到的一个1150 所以说短线上 因为他在昨天已经创新高了 持续跟着五日均线 这边来做个上扬 这是一个指标性 那再来的话 持续4000斤的一个什么 一个6415的一个系列 他一样角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第一季的一个税后净利 也是年增的一个92% 那包括这个伺服器的一个云端连接器 这个加折 今天也正式的一个什么 一个从上次的一个414块 今天也没跌破400块 所以说今天也是持续的一个站稳 400块以上 那原因在于 他的第一季的一个税后净利 也是年增的一个30% 另外在这个固态硬碟 跟这个取代转动硬碟的概念股方面 群联8299群联一样找出非常漂亮的一个财报 第一季也是一样 税后这个年增51%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个股也都是逆争的一个上游 那至于说在大型的一个电子的代工厂方面 其实受到国际的一个贸易冲击非常大 所以说像这个2317的一个鸿海 他除了一个三绿 这个三绿三将之外 他的一个第一季的获利竟然大减了 年减了这个89% 甚至于说第一季只有赚0.15元 以往鸿海大概都能够一年赚8块 如果今年交出这么难看的一个财报的话 可能我们的郭董事长还要再拿钱出来 多买一些股票 不然短线上他的一个股票 已经又跌破这个短中长期的一个均线 而且持续有法人在做一个调节 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包括这个伺服器的一个广达 也是年减17% 人保还有伪创 这都年减55%跟年减这个26% 还有华硕 宏基跟核硕等等 那至于说在大型的一个传产股 其实也不好 因为包括像我们的一个食品股的一个统一 也是第一季年衰退的一个15.3% 这算是都是受难股 包括这个台拟也是衰退了一个24% 玉日车往往跟去年同期 大概都能够赚5块到6块 今年仅仅只有赚不到1块0.6元 振兴上市以来从来没有赔过钱 结果出现在今年2020年第一季 亏损了0.61元 中钢铁股普遍都不好 所以说像中钢持续受到一些 廉价的一个钢铁的一个倾销 也只是麦拿死亏了0.15元 保存的话更不用说了 也都是裁员来做一个连连 也是年减了一个59% 所以说这些大型的一个代工厂 在今年遇到的一个挑战 可能会难度特别的高 要持续的一个加油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在生技股方面 在整个生技股口罩股表现很佳 像这个恒大1325的一个恒大 他第一季也赚了1.45元 南六也是一个支优生 也是赚了将近两块钱1.96 但是更强的是额温枪 额温枪目前来看的话 虽然很多的一个城市在解封 但是我们预防的措施会越来越严格 也就是说额温枪的需求 还是力久迷心 那包括像热印 他也是第一季赚了3.66元 这百年难得一遇 包括红康也是第一季年增的173% 泰博的话更不用说了 从不到200块涨到超过300块 他的一个第一季的获利 因为年增的一个174% 在今天收足的一个款券 稍微做一个压下来 但是原则上他整个的一个趋势 也都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排列 所以说留意 如果说后面有整个价跌量 说的话是不是后面适合来做一个买进 这是下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流动 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产业 那另外的话就是疫情 造成这个社交的一个梳理 以及大家也担心 这个第二波的一个疫情会不会催生 因为有一些 这一些所谓工卫专家 也都很害怕 所以目前来讲 人们对于网购的一个需求 已经越来越有依赖感 也就是说网购的需求 已经在今年大爆发的一个出现 那富房美 8454的富房美第一季创下了单季获利的一个历史新高 尤其富房美在明天也会开这个法说会 那本身投资超过这一个将近30%的一个东森购物2614 一到四月份的获利是年增286% 而且他第一季的获利已经赢了去年的一个上半年的获利 所以说以整体来说的话 他的获利性让法人为之惊艳 那其中富房美今年预估EPS是上看到10块到12块 所以说以东森来说的话 他本身的一个持股 他是占有这个富房美 这个超过25% 所以说以整体的一个获利性来说的话 后面来看整体的一个东森 因为昨天也出现了一个法人 来做一个指别的一个回场的一个买进 所以说目前来说 如果我们都看了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